大家好,又一个星期,今天就讲新闻解读 新闻解读就是每个星期一次用广东话去讲一下现时最新的新闻消息 而是展望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未来 当然是和经济息息相关 但是在新闻解读的时候,由2019年开始 我第一集开始已经讲了,我一定会给第一手的资料大家 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人讲过的,我第一个讲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新闻解读,我都会做research 这些是research 刚才做了多少呢?做了两页子,大概两个钟头 当然就是像一个碩士研究生,写一个论文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大纲 就是写的时候做个简单的大纲 好了,好像我们这样教了二十多年大学 去做这个工作是比较简单 但如果你无端端叫一个大学一年班大学的四年班学生去做 他可能会这么招头,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 说到人口的增长,如何影响中国大陆 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们先从几个国家的现实资料去比较 听完这一段的新闻解读之后 大家可能会有几个结果 我先说这个结果 你的脑袋里面之后会多了很多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那怎么算好呢? 那怎么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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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怎么算好的问题 OK? 我们用后分解吧 留一些问号 到时等大家慢慢去仔细推考研究 好了,现在开始了 那在我做的研究之前 我首先今早上网 搜集了一系列的资料 那些数据 第一手的数据 所以变成了来说 当然全世界没人做过 因为是比较的 所以发觉新闻解读是很有意思的 那我在视频上 就是会讲大意 不可以讲得那么长 因为欲阴的时段 我希望限制在25分钟之内 但是 既然都做了这么详细的数据 就在过两天 或者是写一篇文章 就是不要浪费了 做了那么多research 就扔过去 要是《华尔街》 要是《纽约时报》 试一下 不过是英文版 即是讲讲中文到时 就发英文版 看看人们是否接纳小弟的稿 先讲美国 先讲美国 加拿大、日本和中国 再比较 美国现时人口 是3.26亿 如果用英文写 就是326.7亿 那人口的增长 是0.6% 即未够1% 那相对于加拿大 又如何呢? 加拿大只不过是 美国的约约是多少? 10分之一 都没有 9% 加拿大人口是37万 3千7百万人口 2018年的数据 加拿大人口增长是多少? 美加两兄弟都很接近 0.73% 0.73%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 等于每一千人 就会增加7个人 如果0.6% 意思是每一千人 就会每年增加6个人 那些增加的人口 哪里呢? 要么是爸爸妈妈生的 要么是移民 就是这样 但也要扣除老人家 八年龟佬 或者意外身亡 那就是死亡率 剩下的人口增长 所以美加的人口增长 都是偏低 少于1% 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有问题 因为美国加拿大 为何人口这么低呢? 增长 就是因为 美国婴儿出身率是1.2% 而加拿大婴儿出身率是1.03% 低于大家都是1%左右 死亡率是0.84% 美国 而加拿大是0.87% 好了 那结果又如何呢? 这个婴儿出身率 减少了过身的死亡率 就是靠自己国家人口增长 美国只有0.36% 而加拿大只有0.16% 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的淨人口增长 每一千人一年都加3.6% 而加拿大更惨 每一千人加1.6% 那 够不够维持我们的工业 人口工业和增长和发展呢? 那这就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例子 就是说 譬如你家餐馆只有100个位置 那你厨师就请了10个厨师 但是呢 也不是座罪 但是呢 刚刚有100个人在门口进来吃东西 那也对吧 如果有5个到10个人等位 就更加好 口理上 这批人走了下一批 但如果突然间有500个人在门口等位 那你的餐馆怎样呢? 你不够人 你也不够厨师 你也不可能立刻去请厨师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当你发觉 如果你是需要做500个生意的话 你是无人手 踢了脚 我们的广东话叫做 也就是说 你要赶走这大部分的客户 又或者是你接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呢 要你平时你的工厂生产每一个月 可以生产两季的家司 两季的桌子 书桌子 两个货柜每一个月 你不是在一间小型工厂 那你的工人 就只有二三十个 那突然间 人家给你10个订单 要你一个月生产200个货柜 可能是现在家司帮你订 那一下子没有这样的工人 你是吃不到这条单的 即是接不起这个生意的 所以你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后 或者工人 你才可以承受到更多的订单 那你才会有更大的增长 这个就是相关的关系 那美国和加拿大 净人口增长 美国只有0.36% 加拿大只有0.16% 那很少啊 但是你想想 那个实际的数据 美国是0.6%增长的 但是 婴儿出生率 减了死亡率 都是0.36% 那还有0.2% 几0.3% 去哪里呢 很简单 就是那些 合法和非法的移民 佔了大概0.3% 所以呢 这条数是这样计算的 就是说 美国的合法和不合法的移民 包括墨西哥冲进来的 接触了大概0.3% 加上婴儿出生率 减去死亡率 又是0.36% 大概每年的人口增长 是0.6% 那条数据应该 所以 当我们做这些科学研究 数据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如何去考核这些数据 对还是不对 否则很大问题 待会看到日本的数据 或者中国的数据 就会有很多问号 然后就看看 这个问号如何去解决呢 会更加深了解 一个国家 如果经济发展 人口不够的时候 他们如何去处理呢 处理不了 如何呢 处理不了 就是蚀本 生意或者生意做得不好 然后生意下行 然后经济衰退 然后没有钱赚 就这么简单 主理得好的 就有经济增长 所以 美国的经济增长很稳定 2.9% 加拿大是3% 你想想 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 加拿大都不错 都是平均每年的GDP 增长2.9-3% 再说一次 每个人住一间很舒服的屋 至少有屋住 每个人都有一辆车 至少烂车都有一辆 失业率少于4% 通货膨胀率少于2% 即接近2% 1.9% 这么繁荣的国家 经济增长是2.9-3% 美国和加拿大 居然 中共每年都说6% 但自己国家 人们就移民去美国 这是用脚来投票 如果真是中共大陆 是经济增长厉害的 即是说社会发达 社会发达 怎会有人走去其他地方移民 又不见日本人移民 只有人移民 想移民就去日本 或者想移民去美国 哪有人移民去中国 所以 中国的GDP增长6-7% 一和美加比较 立刻穿了 西洋镜全部打得烂 但是他很后面皮 真的很激气 唉 真是胡说 结果 人民大学教授 农行的前行长 或者经济顾问 都受不了 名字我忘记了 上个月 都出来说 喂 2%左右 甚至乎是负数 自己人 中国内部的共产党员 高干 银行家 是负数 你哪里有6% 亂说24% 这些真是亂说 你现在打Google 说中国GDP增长都6% 所以中国的数据 你猜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用美加日本的分析之后 再回去看中国的数据 然后再看看 未来他们的经济行不行 香港又会怎么 香港都黏在中国 中国不行 香港都不行 如果我们一句说 他们不行 那就不行 所以一定要看数据 好了 劳动力的人口 佔了美国 是比较低 48.9% 即50%都不到 但是劳动力呢 劳动力的意思是 失业的不失业的全部通拉 加上了 加拿大是多少 65.1%劳动人口 即是说 加拿大的劳动人口 你也不用担心 反而美国有点担心 因为美国只有49% 所有的劳动人口 足足少了加拿大16% 少了日本是15% 所以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 也有一个隐忧 虽然失业率比较低 但是劳动力的人口 和总人口的比例 是比较少的 所以他都会担心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的时候 他的劳动力的人口 会更加降低 所以 亦都因为这样 你看到 美国的移民政策 或者是 要放宽移民政策 收多移民 要么他就要放宽外劳政策 收多些技术的劳工 就不是说没有技术的 就不用建墨西哥围场 建墨西哥围场 就是挡住没有技术的人 他要有技术的人 所以 从这些简单数据 就是劳动力的人口 少了加拿大 和日本的十多个百分比 你就可以预计得到 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为主 就会招多些外劳 肯定 移民不可以一下子增加 因为要慢慢筛选 但外劳肯定是要增加 否则 他就维持不到 他的经济增长 他的经济增长 他的经济增长是2.9%到3%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 美国和加拿大的新移民又如何呢 美国的新移民 正说是0.3% 加上婴儿出生率 减去死亡率的0.36 加上0.66 接近人口增长 所以美国每年要大概0.3%移民增长 这个300% 他总人口是3亿多的人 3亿3千万 你乘开0.3% 就知道美国每年的移民有多少 加拿大的移民是多少 加拿大的移民是多少 加拿大的移民是比较多些 因为加拿大的婴儿出生率 减去死亡率只有0.16% 而美国是0.36 所以加拿大的婴儿 正人口增长是少于美国一半 换句话说 他只能够在移民那里填补 所以加拿大的移民 在2017-2018的数据 是0.8% 因为0.8% 接近二十多二十二到三十万 新移民每年 如果没有了一二十多万 新移民进到加拿大 加拿大就不能维持 0.73%的人口增长 当他不能维持0.73%的人口增长 即是劳动力不够 就等于你有订单 但没有厨师 不足够厨师 你就做不到这么多生意 所以 美国的0.6%的人口增长 加拿大的0.73%的人口增长 是直接跟GDP增长 2.9%和3%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然GDP增长 当然有其他的因素 但人手 是必须的 其中一个因素 简单的数据分析 美国和加拿大 是0.3%到0.8%的新移民 平均新移民是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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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GDP增长 两个国家2.9%到3% 平均是2.95% 除了0.55% 你会发觉 在美国来说 每增加 美国和加拿大 每增加1%的新移民 就会直接影响到 大概5.36%的人的GDP增长 现在美加都没有5.36% 美加只有2.9%到3% 所以也因为这样 美加的新移民是未到1% 大概是0.3%到0.8% 这就是直接将新移民 或者外劳的人口的数字 和GDP挂钩 要计算一个相关的数字 这个数字叫magic figures 没有人被告诉你 第一次听新闻解读 全世界第一次Erik 是告诉你 当然如果坊间 还有人曾经计算过 余熟雷同 焚熟巧合 但我觉得没有 这些数据都是最新的 1718年的数据 现在19年1月 有数据都不会足够我 那么新 好了 还有为什么我 不会读别人的新闻 或者到处找呢 因为 每个人不同 因为你叫我自己去拿RAWAL DATA 原装DATA 再思考分析 再做结论 就是整个论文出来 两个钟头 但你叫我东炒西炒 看别人的新闻 谁知道两个小时 还要看新闻 未必对的 不如我自己想说什么 我就自己去找原装原码的资料库 然后再和大家分析 那就是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好了 大家如果不记得 刚才那段数据 其实只是说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他想拥有5.36%的GDP 即是经济增长 他一定可能相关 他就要增加移民是1% 如果增加移民0.5% 就会有机会影响到 他的GDP增长是2.9-3% 这个就是个简单的结论 因为美加的数据很齐全 所以用它来做了一个basic 做一个基本的数据 然后再推敲其他国家 回来看中国和香港 好了 日本 日本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 但大家知道日本很少移民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看看数据 日本人口是126.8M 即是说1亿2千多万人口 GDP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7% 是差不多美国的一半 它的增长比较缓慢 2017年的数据 日本人口增长就很麻烦 因为日本人口老化得很厉害 日本人口增长只不过是0.2% 是负0.2% 在这个数据上面 看得很快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大目 一边讲的时候 发觉刚才外面阳光普照 我把窗子拉了八摇链 为什么阳阳暗 发觉自己不记得开大灯 正是不好意思 只开小灯 所以就先开灯 不要紧 继续讲下去 日本人口增长真的差点 只有-0.2% 2017年的数据 其实人口老化也很厉害 为什么呢 日本的baby出生率是0.77% 死亡率是0.98% 更多婴儿出生率 所以两者相加相减 正人口增长 日本还是-0.21% 是负数 OK 好了 但是呢 它1.7%的GDP增长 但是人口是负数 你看看 从正常比例 用美国的数据 刚才说的 你每增加1%的新移民 就大概有5%的GDP增长 如果没有新移民 又没有新劳工加入 那你的GDP增长 在哪里呢 人手都不够 所以原来日本 每年有2%的技术劳工 外劳 它不是移民 它是每年有2%的外劳 技术劳工 在日本工作 这个是支撑着它 支撑着它1.7%的GDP增长 这个是日本的数据 它本身人口不够 它就用外劳去解决 这个是日本 但是 你用外劳去解决 你要理解 也要别人觉得 你那里赚钱容易 你的薪金高 还有 你的工作环境 是吸引到外劳 才行的 否则的话 别人也不去 是否这么说 有个配套才行 好了 回头 我们就讲讲另外一个国家 当然就是讲中国 日本和2%的外劳 去撑着它1.7%的GDP增长 平均来讲 日本每增加1%的外劳 外国劳工 就撑着它0.85%的GDP增长 好似香港那样 香港的外劳 飞融 他们对香港都有贡献 这些外劳在香港帮手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可以专心工作 如果大家没有外劳的话 你想想 那些家务是谁做呢 难道像梁浩冬 Erik 每晚做家务 做到10点呢 怎样搞事 怎样做其他事呢 好了 讲讲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口数据 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人口没什么骗 你骗来做什么呢 中国人口是13.86亿人口 如果以Million算是1386Million 当然 4.3就是美国的4倍 中国人口数字 是美国的4倍 2017年 人口增长是怎样呢 中国人口增长不是很多 因为它是一孩政策 人口增长是0.5% 它是仅次于美国的 美国是0.6 但日本是最差的 日本甚至没有人口增长 还要负 但中国的0.5%人口增长 大家可以理解 这些人口增长的数据 应该都可靠 因为有个人口数字 但以下有两个数字 就未必可靠 听口了 她说她的婴儿出生率是1.243% 她是否计农村 是否计其他有计楼 不知道 怀疑了 她死亡率是0.7% 好了 所以她的淨人口增长是0.5-3% 即是跟她公布的0.5%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来说 OK 好了 但移民数字 中国是没有的 没有公布任何移民去中国的数字 我相信移民出来就有了 移民进去就没有了 外劳 外劳 外国劳工又要在中国工作多少呢 她只是公布农村入城市 她又没有公布在外国地方进去工作的人口 所以也是一个没有的数字 但是GDP增长是少于2%甚至是负数 刚才农行的高港说它是少于2%甚至是负数 我只不过作为参考 但是中国劳动人口在2017年是值得参考的 他就说自己劳动人口即失业和不失业加起来 有接近69% 总人口的69% 但是日本是62% 加拿大是65% 这几个国家美国是49% 回到问题来说GDP 假如中国真是2%人口GDP增长 但是婴儿出生率和人口 加起来都是0.5% 0.5%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是0.6%加拿大是0.73% 但是要理解 除了自己人口增长 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新移民 日本还有外劳 美国是0.6%的增长里面 包括了0.3%是新移民 现在的0.7%增长里面 大概是0.5%到0.8% 每年新移民 但是中国 他自己有0.5%人口增长 他又没有什么新移民 又没有什么外劳 你明白我说什么 换句话说 还有 这个中国人口增长 他也没有公布 在农村的增长数字多少 在城市的增长数字多少 即是说他技术劳工有多少 非技术劳工有多少 又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们在初步判断 就是他那个人口和GDP 本身来说 是现时刚刚足够维续GDP 如果GDP是2% 它是0.5%人口增长 那是2% 比较像刚才那几个国家来说 就差不多合理 因为美国是0.6%人口增长 GDP是2.9% 加拿大是0.73% GDP是3% 如果加拿大是中国是0.5% GDP是2% 也算是合理 但问题来了 如果一旦 加拿大是中国这些人口 它是一路增长 就不会减少 但如果订单增加 他就必须要 吸收很多外国劳工 因为人口增长 0.5%是不够的 如果订单增加 他就要学日本增加外劳 那么我们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有没有人愿意 进去中国打工呢 这样这样 这个是第一个问号 因为有时候进去打工 反正当中 老板都被失踪 说错话又被失踪 很麻烦 这个是第一个问号 就是说 如果就算他接到订单 他要发展 中国都很难 吸引到外国劳工进去 外国劳工是skill worker 技术的劳工 我们不是说 农民进去城市 那些没用 暂时帮不了手 这个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GDP放慢 那他又可不可以 喂饱每年0.5%的人口增长呢 我又用回美加拿大数据 美国和加拿大数据就是 每年GDP的增长 即是国民生产总值 即是国家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是有2.9%到3% 就支撑着美国和加拿大的 0.6%到0.73%人口增长 即是有这样的增长 GDP才养到这样的人口 即是有100个客户 进你餐馆才养到后面厨房的10个厨师 但是 中国那里 0.5%人口增长 如果GDP是2% 今天当是健全 但是如果GDP往下滑的时候 那这个0.5%人口增长 又用什么米饭 什么金钱去养活它们呢 这个是第二个问号 现在中国的状况是怎样呢 昨天在我的基金投资日记有说 就是很多工厂公司 包括Like的鞋 已经搬回越南 搬回其他地方 富士康 搬回美国 搬回其他地方 连昨天我听 网台的北京饭店 傑斯先生说 他自己的工厂都在东莞搬了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工厂网外移 而技术劳工 包括老板 中产 技术管理人员 亦都大量移走 未来的中国的GDP增长 会是怎样呢 一定是负数 想都不用想 如果未来的GDP增长是负数的话 那又怎样养活0.5%的人口增长呢 我们现在不是说什么争辩 或者说中国对与不对 不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完全是讨论经济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赚不到那么多钱 你怎样养活那么多的人口 好像我六个小孩 我赚不到钱 我怎样养活他们六个小孩呢 要公司教学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以及已经是迫在眉梢的问题 不是说你想往后拖的问题 所以今天新闻解读 带出了这个人口的增长 和GDP增长 就产生了几个问号 就是说如果你有生意的话 有单 又怎样找外国劳工去帮你 人口不可以马上增加 如果你没有接单 即是没有生意不够 你GDP往下行的时候 你又怎样养活你这个0.5%增长呢 0.5%增长的人口呢 乘下13亿 13.8亿呢 是一个庞大数字的 并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所以呢 读完这个新闻解读呢 我们就会引发几个问号 假如我们用这个推敲 如果 如果中国 他的经济 是维持不了 这个2% 公司搬出去 资金外移 这样 他就会 养活这0.5%的人口 如果养活这0.5%的人口呢 就会产生失业率大增 另外同一时间 他本身来说 中国一孩之意的政策 实际上是有个隐忧 隐忧就是 人口应该老化得很紧要 当人口老化的时候 在日后的 现时的死亡率0.7% 婴儿出生率1.243% 但是除了时间过去过多20-30年的话 那婴儿出生率少 1.243% 可能是维持不变 或者减少少少 但是那个死亡率 会大增 0.7%会往上调 因为老人家多 就会过身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口会减少 而那个劳动力 现在是68.9% 在中国 亦都会相对减少 这两方面 就算有订单 他又不够外劳 就算他没有订单 他养不起那么多人 同一时间 就算他有订单 他可能的人口老化 他那个劳动力 亦都不够 OK 变成来说 其实 在这个人口问题 会带给中国 一个 是 你无可避免的 一个 面对 要解决的 难题 OK 无论你是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什么主义都好 你都要面对的 问题来了 中共政府 有没有可能 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相对于美国 日本和加拿大 是没有的 因为本身来说 他们的教育水平 不是很高 再加上 亦都没有心想这些东西 就算 想完这些东西 都未必懂得解决 贪污 赚钱就懂 其他他又不懂 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分分钟 新闻解读 有可能引发一个问题 就是回到毛泽东主席的年代 就是鼓励 大量生育 有可能会是这样 你知道 他要么收到你很紧 要么放得很宽 这一样 如果是突然间 将生育的问题 大量放宽 鼓励大量生育 就看人民听不听话 如果人民听话 就会回到一个 突然间人口大膨胀的年代 又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就因为之前 邓小平看到这样 才叫他们 减对一孩政策 突然间收得太紧 但如果那些人不听话 就觉得我为什么生这么多BB呢 社会又不安定又不稳定 如果那些人不听话 这个人口问题 仍然会继续存在 这个问题 是会拖着中国的GDP增长的后腿 除了我们面对 日常所见到的 比如人民币回律 可能会爆煲 股市会爆煲 房产会爆煲 但另一方面 就是这个人口的问题 亦都会拖垮 GDP的增长 因为 中国的GDP增长 和人口的增长 如果今天是平衡的 但是我们预计 未来他就会失衡 他失衡那方面的时候 就不可以 有相对的GDP 去养活 中国的人口了 新闻解读 就是说这个人口的问题 但如果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用回刚才的餐馆的问题 总之客户多 需要多些厨师 突然间一大堆客人涌来 你厨师不够 你也是做不到他们的生意 这就是现时 在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在其他新闻国家 处理人口问题 已经是 一直以来 都是由专部门负责的 就是 我们叫做monitor 就是看着人口的增长 加减多少 然后怎样 用外国劳工 日本就是这样 或者用新移民 来填补空隙 所以这个新移民的数字 每一年都有增有减的 就是希望达成一个平衡 当然 每一个国家 他想收的新移民 都很希望是 技术的劳工 否则就是说 就变成一个负担 所以另外一方面 也都解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些有钱人 或者 很有钱的 叫做部发户 他有时会投诉 申请到美国 申请到加拿大 为什么你不收我 为什么你不要我 我大把钱 那么大佬 别人需要的是什么 别人需要的是一个 有skill 就是希望 有技术的劳工 你是大老板 大家都会明白 所以 当你是大老板的时候 别人会问你 你每天做什么 你告诉别人 我每天喝茶 每天就是去唱棋 去social 打歌与夫球 这种的manager 或者这种的经理 或者这种的老板 就算站在加拿大移民部的立场 他们都不喜欢 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 你只是 吃喝玩乐 这种不是叫做 Active management 你真正是 有管一个生意来说 你起码要管两样东西 一 你要管人 管 human resources 请人 炒人 第二 你要管公司的钱 即 买一些货物 开一些单 或者签一些合约 你是有份签 要买一些more material 原料 或者材料 也有权去批 一个真正的管理人才 要管人 管钱 才叫做一个 加拿大政府 想需要的 skill manager 否则 纯粹是一个8%的老板 原来移民部都不要 所以大家明白 Labor force 每个国家都希望是skill worker 而我们中国现时 即中共政府 最缺乏的就是skill workers 特别是skill managers 以前有的 为什么现在缺乏呢 走完 一年一年 用各种各样的途径 逃离中国 所以没办法 这是一个现实 很希望 就是 中文政府想到办法解决 新闻解读 今天是2019年3月2号 多谢大家的收看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